那麼在高嘉瑜遭施暴的事件當中 所謂林秉書 那麼在被媒體要報導出來 之前有沒有人去關說 是誰又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爆出來的名字叫做詹洪志 那麼詹洪志事實上 他在十二月三號的時候 就已經否認施壓 他說他跟林秉書點頭之交而已 私下沒有任何的交集 對林個人的生活一無所惜 那麼在隔天 他就發出了一個長達兩千字的聲明 他說我們這些認得他的人 都發現自己根本不認識他 第一次聽聞這些不可原諒的事 傳訊給媒體是否得體 他覺得他並沒有愉悅分寸 所以他把外界針對指控他說 你這個不就是去媒體關說嗎 那麼詹洪志認為說 他覺得只是跟媒體朋友交換意見 他認為沒有愉悅分寸 但是這樣一個說法 在今天最新的進展 詹洪志在下午的時候 他說因為個人捲入的是非 那麼連累了府方出面說明 所以他辭去了國策顧問的職務 那麼這是他今天下午最新 詹洪志對於整起事件 他對於自己立場所做出來的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一出之後 果然在這個總統府方面 也立刻回應 那麼張敦韓總統發言人就說了 很多人在這起事件當中 顯然是遭到蒙騙 用蒙騙兩個字也就是所謂林秉書 能夠叫得出名字來的 叫了出名字這些綠營的這些各路人馬 張敦韓認為說這是遭到林秉書他的蒙騙 但是他對於整起在司法製辦當中的個案 總統府沒有評論 那麼希望儘速來查明真相 今天整個事情的進展就從詹洪志他辭去國策顧問的事件開始來看 已經進入司法程序面對林秉書的施暴立委高嘉宇沒有多談 但是PC洪董事長詹洪志的說明持續引發不滿 許多人他罰他的說法反覆 批評原本否認幫林秉書施壓媒體的詹洪志 4號這樣說 把訊息把他的期望告訴我媒體的朋友 然後我跟他說因為這個 我沒辦法知道 結果口中的這位媒體朋友在當晚詹洪志的聲明裡卻寫著是 鏡週刊的老友裴偉 他是誰呢 也就是爆料高嘉瑜事件週刊的社長 資深媒體仁周玉寇就批評好心肝特權疫苗事件之後 詹洪志居然沒有辭掉總統府國策顧問 如今爆出不只是施壓媒體前後說辭反覆 還是認罵 下午詹洪志發出了最新聲明 表示辭去國策顧問 內容提到說現在自己不但沒貢獻 還因為個人捲入的是非連累 府方出面說明原來的好意已無異議 正是辭去國策顧問的職務 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隨後表示 詹董事長已向總統府李大衛秘書長表達堅定辭義 蔡總統以及總統府尊重詹董事長的決定 也重申 對於司法偵辦中的個案 總統府沒有評論 期盼司法禁訴查明真相 制裁加害人 聲張正義 開混進張忠謀張淑芬的家 也不知道靠什麼關係混 名嘴秀出林秉書曾經到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家 和夫人張淑芬合照 高嘉瑜前男友小馬就指控 林秉書幾乎用神鬼交鋒的詐騙情節 周旋在政商學界 這次對立委高嘉瑜施暴落入法王 發射新聞城市阿彭觀林 台北報導